老头在水底里睡了一千多年 两个侨夫下河洗澡 无意间惊醒了老头 老头法力高深莫测 还能双脚踩水不下沉 两个男人惊呆了 还以为老头是一个水怪呢 但老头不以为然 他一眼就看出两个侨夫 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但只有两人齐心协力结伴而行 才有可能逃过一劫 老头刚刚说完 就被泉水喷上了天 见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两个侨夫也吓坏了 马上就选择结伴前行 经过几天几夜的赶路 大口喝酒时 客栈老板娘却看上了大壮 直接冲过来拉着大壮手臂 邀请他们到隔壁大口吃肉 大壮两人还以为遇到了黑店 死活就不肯跟老板娘离开 无奈之下老板娘 只好告诉他一个秘密 原来齐延城的国王是一个暴君 只要有外族人到来 都会被士兵抓去当奴隶 而他们的谈话 却被隔壁客人听到了耳朵里 很快就起身前去告状领赏 而此时的大壮 还是不相信老板娘的话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吵闹声 原来是逃跑的王后与侍女被抓回 大壮也凑在其中吃瓜 这时喜欢她的老板娘赶紧劝说 让她立刻回到屋内以免被发现 但大壮已经看入了神 因为王后和侍女实在太美了 还情不自禁地跟了上去 大壮的行为被王后见到 为了一线生机 故意将丝巾留下 没想到刚刚捡到丝巾 就被士兵一鞭子抽打过来 受伤的大壮回到客栈后 贴心的老板娘还为她处理伤口 欣喜王后的大壮 还询问了王后的情况 没想到却无意间伤到了老板娘 老板娘一气之下夺门而出 事后大壮才得知 原来王后忍受不了国王的暴虐 才三番两次地逃离王宫 正义之心爆棚的大壮 当即决定潜入王宫营救王后 可是还没出门 就被士兵围住了客栈 老板娘为了救下心爱男人 甘愿冒险拖住官兵步伐 但男人逃离后 却一心只想营救 有过一念之缘的王后 遍一边 王后被抓回王宫后 国王并没有为难他 因为他们曾经也相爱过 自从国王双亲被外族人刺杀身亡后 他就一直非常痛恨外来人 还半步法令让外族人勇士为奴 但这条法令却惹得民心晃晃 王后看不下去多次劝说无果 所以才屡次逃离其言城 试图让他清醒 但国王却总是一意不形 王后实在劝说不动 也实属没有办法了 但他们的谈话 却被国师给听见了 这个国师心眼大大的坏 不仅经常偷偷与王妃私会 还意图推翻国王篡位 而且所有被抓的一族人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另一边逃跑的大壮 为了救出王后 他再次来到了泉水旁 打算请求老仙人帮他一把 可是来到地点后 池塘却变了颜色 不仅不能洗澡 还满是黑乎乎的年夜 路过的商人告诉他 三天前不知为何 泉水就变成这样了 就在这时 前面突然冒出一个老巫婆 老巫婆一千年没见过男人了 看见大壮第一眼就爱上了他 还要求大壮留下来 陪他结婚生子 但大壮满是一脸嫌弃 根本不可能入坠老巫婆 老巫婆见大壮回答得非常坚定 于是就想一招杀鸡紧猴 一个眼神就把商人给吓到树上 还放火慢慢烘烤 并告诉大壮如果不答应 吓一个就会轮到他 还顺便把头拿下来吓唬大壮 大壮被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老仙人悄然出现 似乎老仙人与老巫婆早已认识 老仙人出现后 老巫婆立刻就消失了 得救后的大壮立刻询问老仙人 怎么样才能救出王后 老仙人淡定地回答他 让他大胆地去救人 自己会在暗中给予帮助 有了老仙人这句话 大壮很快再次来到棋盐城 王宫窗户突然被打破 王后和侍女非常错愕 就在他们震惊时 大壮顺着绳索爬了上来 但大壮还算有点良心 这次他前来并不只是单单营救王后 还打算救出老板娘 与一同被关押的一族人 王后听闻他的目的后 感到非常的满意 还告诉大壮地牢位置 可是大壮并不熟悉王宫 结果误闯了博师的澡堂 只见里面站着各色美女 看见大壮的到来 博师异常兴奋 直接下令活捉大壮 大壮为了不被抓住 很快他来到一处宫殿 没想到这里是王妃的住所 借着人质的威胁 大壮很快见到了国王 但国王并没有表现得很慌 反而非常佩服大壮的勇气 并让大壮说出他的条件 大壮直言让他放了天牢里的一族人 还要求国王也把王后放了 国王这下不乐意了 但他还是非常淡定 答应如果大壮把人质放掉 立刻就答应他的条件 大壮以为博王是讲信用的 没想到大壮刚刚放人 国王立刻就翻脸不认账 直接让属下一窝蜂抓住了大壮 大壮被抓住后 理想到老巫婆找到了博师 要求博师把大壮交给他 就答应帮他篡夺王位 在博师的帮助下 老巫婆来到了地牢 并幻化成王后的样子 一之时老仙人突然出现 他夸赞老巫婆非常貌美 还请求老巫婆嫁给他 可老巫婆眼里只有小仙肉 对于这种活了上千年的怪物不感冒 随后还变化成王后的样子 准备接走大壮 可是法力突然失灵 一半是王后一半是自己 老神仙看见他这样 也被吓得溜之大吉 很快到了大壮被处死这天 但国王却非常欣赏他 答应给他七天时间逃跑 如果能活着回来 就履行诺言 放掉被抓的一族人以及他的好友 很快一场冒险游戏就开始了 为了救出老板娘和大伙 大壮再次寻求老仙人帮助 可还没见到老仙人 就被刺客追杀 拖着重伤之下 还无意间掉进一处洞穴 没想到刚一虎口又进盲窝 原来这里是老巫婆的洞穴 看见大壮的到来 老巫婆得偿所愿 很快七天时间过去 大壮为了救出好友 拖着颤颤巍巍的双腿 终于在最后一刻赶到了刑场 可是约定的时间已过 好友还是被国王下令烧死 就在大火燃烧时 老神仙出现 用其风吹灭了火焰 国王看着不可思议的一幕 最后只能按照天意放人 就在国王醒悟时 博士公然造反 大壮为了救万里于水火 在老神仙的帮助下 找到了博士一对一单挑 两人大战三百回合后 大壮险胜一招 最终杀死了博士 为了表彰大壮的救国之恩 国王立马追封他为大元帅 但大壮并没有接受 而是选择继续浪迹天涯